群贼和恶兽诈亲 再看这句子 这是比较不赢指什么呢 这个很重要 群贼我们知道不好 当然不好 恶兽也是不好 诈亲也是不好 但具体来说那句话代表什么呢 善道大师自己解释 他说 我说群贼和恶兽诈亲是指什么呢 他自己说的 指六根 六尘 六色 四大 五云 这些类容 而在六根里 我们知道六根后 从人来说 眼 耳 鼻 舌 是什么 信 身 如 意 这个比喻就是 这些群贼 恶兽诈亲 原来 它是比喻我们人体内的 一些器官 身体 意识 不止只有六根 他接着说 包括六尘 六尘是什么 我们记不记得吗 有没有人知的 是 生 砸兽 声 香 飞兽 给点掌声 有你 啊 基础 佛教基础 其实是根据我们的六根 因为我们的六根 所对应的这个境 那个 这个陈 在佛教来说 是一种烦恼 一种烦恼 它所对应的 我们待会先说 为何对面是烦恼 因为我们现在人很难察觉 因为我们是其中 那六根对应的眼 自然要你做什么 看东西 而且我们一般的人都是 以我们自己有眼为荣 我们的眼睛很精灵的眼睛 眼睛是滚滚有神 我们在这方面的描写 我就不需要说不出 我们个人都明白 我们人类是会觉得 因为我们有眼睛 所以我们很聪明 是吧 我们很聪明 因为我们有耳 我们很聪明 我们也能听到东西 是吧 这些器官 我们人是很注重的 因为我们对外界的了解是靠这些东西 鼻 鼻是给闻东西 是吧 舌 我们吃饭的时候 好不好 还没靠他 是吧 所以一切这些东西 我们是很注重 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 首先我们要承认 我们本身的植局 我们觉得这些东西是很好的 去到这个位置 善道大师 是将这些东西 比喻为什么 困惆 为什么他这么说 好像不对 什么叫群贼 恶兽诈 诈亲 那些全部都不好 说到 本来是很好的 我们觉得 为什么这样 所以这句话 是佛法 功了之处 佛法说的是真理 不是我们的凡情 凡夫 俗子 说平时生活上的思维 字面上就是 眼耳 鼻舌 身耳 在那些器官里 加多一个色 就变成绿色 一如眼 眼色 耳 耳色 鼻 鼻色 舌 舌色 身 身色 耳 耳色 我们最熟悉的 我觉得应该是耳色 这个词 绿色 我们回归刚才 为什么善道大师会这样说 我们的六根 眼耳 鼻舌 身耳 这些是器官 如果一个人的眼睛 没有说看不到东西那么严重 眼镜的度数 深一点也不太麻烦 我们都觉得 已经不太可疑了 这个人有近视眼 或者是老花眼 或者是斗鸡眼 或者是斗鸡眼 眼睛不正常 那你应该去按下 这个人已经受人谈了 最终于通俗一点 现实一点 你去找工作就难一点 明白吗 老实一看 这个人 这个人 眼睛这么差 看东西都不放精灵 怎么帮我运钱呢 怎么帮我做事呢 所以他有的选择 他就不会选择你 其实眼睛是很重要的 说来说去都是好东西 为什么善诺大师说 是裙误贼的呢 是恶兽呢 是诈骗的呢 说骗都是不好的 这个就是刚才之前说的 佛法真理的体验 就是在佛的角度 在高级生命的角度 我们人认为好好的东西 原来他认为都是不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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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